詞曲 李宗盛 寶貝 寶貝 等一下 雅惠如果有來 我再補給他 第一個 這半年來 傅崑崎縣長從要選台北市長到選桃園市長 我們最後今天看到的是大肆動作的開記者會說他不參選了 其實很顯然就是一種自台身家和顧名釣慾 那我們其實蠻期待去參選的 恭送他啟程 這樣全國的人民就可以重新的檢視傅崑崎縣長他的人品 還有他在花蓮做的這些骯髒事 包括別人家賣地等等的 那今天看到他記者會的內容 我覺得他有資格說別人 但是他更要好好的去想想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 那在記者會裡面提到說他要尋小一模式 整合各地的這個打不只打這一度 要打這個好幾度 就是希望能夠把2018當作是選 2018當作是選2020的前超戰 這個部分怎麼看 從今天的談話更清楚的 讓全國人民看到他的野心 那我想以他的格局不只是台北市長桃園市長 應該是選總統的格局吧 因為他有在裡面講 記者會裡面他有提到說 他不聚戰也不主動參戰 他不求戰也不聚戰 是不是在埋伏筆說 如果說這個楊主委 他有意找他來參選的話 他就出來參選這樣子 在此之前我們看到傅昆錡縣長 利用股市圖贏的模式 然後違反證券交易 把過去這一二十年的案子 還有新的理想大帝 逼人家賣地的相關案件 好好的先去面對對投資大眾 以及對全國人民說清楚 才是重要的 接下來會不會監督他這 戶政有沒有簽戶口的一件事情 這一切已經不重要了 他是台灣的一份子 參選總統是他的自由